大家好,我是東英走路橋的鮑勃 空中纜車又稱為鎖道、吊車、流動纜車 在日本每年約5億多人使用2500多個大大小小的空中纜車 雖然大多數的時間纜車都是拿來當成交通工具 比方說滑雪場的纜車 但有很多知名觀光景點的纜車的搭乘過程 以及到達的景點都非常的精彩 我們這次影片就來介紹給大家吧 山形縣位於日本東北 被日本指定為好雪地帶 也就是冬天會有大量積雪的地區 山形式的藏王在冬天的時候整齊被白雪覆蓋 藏王纜車就是一個可以飽覽雪景和樹冰的一個很好的地方 藏王纜車分成兩個階段 藏王山路站到樹冰高原站 然後再到地藏山頂站 我們這次只達成到第一階段的樹冰高原站 因為從樹冰高原站搭乘Night Cruiser 體驗樹冰幻想回廊行程 藏王山路站到樹冰高原站 總長1734公尺 大約達成10分鐘左右 可以從標高855公尺 直接升高1331公尺 一路上觀賞一片純白世界 真的很漂亮 到達藏王樹冰高原站 到達藏王樹冰高原站 達成超級酷的Night Cruiser 就是一台可以載36個旅客的除雪車 10分鐘左右即可到達樹冰原 藏王的樹冰規模為世界屈指可數 樹冰的形成原因是由於生長在雅膏三代的 真葉樹大白葉冷山林 受到冰雪覆蓋所形成的大自然神秘奇景 每年12月底到2月這段時間的晚上 則可以看到精彩的樹冰夜景 看完樹冰我們從原路搭乘纜車往下坐 可以看到夜晚打燈的滑雪場 跟藏王的夜景 新穗高位於祈福縣的高山市 這裡群山環繞整個區域 有著名的日本北阿爾卑士山脈 新穗高纜車的特色 就是可以飽覽整個北阿爾卑士山脈的景色 Bobbo覺得五六月的時候 遠眺綠樹跟殘雪的時間點最好 纜車分成兩個階段 新穗高溫泉站到郭坪高原站 白化坪站到西穗高口站 直接從海拔1117公尺 升到2156公尺 那我們就一層一層介紹吧 乘坐纜車之前 我們所在地是新穗高溫泉站 在這裡等纜車的時候 大家可以稍坐歇息 吃吃看用當地知名和牛 飛駝牛所製作的肉餅 以及其他小吃 大家也可以試試當地的特色 健莫雙麒麟 好不好吃就見仁見智囉 搭乘上纜車後 約四分鐘我們抵達了郭坪高原站 這裡是標高1305公尺 大家可以在全長2.3公里的大自然步道散步走走 走累了之後還可以在白化坪站 泡個足湯讓腳舒緩一下 這次我們來吃吃看飛駝牛的烤肉串 包子也不賴喔 我們繼續往上走 搭乘雙乘纜車 7分鐘即刻抵達標高2156公尺的西穗高口站 能跳過到西穗高月、槍月、麗月等北埃爾卑斯群山的全景 另外這裡還有全日本海拔最高的山頂油桶 是真的可以用的喔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包博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